引髮竹展露出灿烂的笑容 开心的拿着球 这是新装社区发展协会 与中华民国高字耳球运动协会合作 与关怀据点时间 教导长者们如何打击高字耳球 现场气氛笑声不断 首先来带领这些长者来做一个软身运动 然后再开始让他们来投球 有的用滚球 有的用射球 看到长者们打球这样嘻嘻哈哈 非常的快乐 那我们推展这个歪者球运动 目的也就是说 要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来 透过这个打球活动筋骨 来激淡我们的脑力 达到一个开发智慧的一个目的 那同时在打球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的活动筋骨 让我们的身心都能够得到打球的一个益处 高字耳球是以字谋结合的运动 具有强健身体以及开发智慧等优点 它不需要专门的球场 任何场地均能使用 适合所有年龄 因此近年来相当多社区在推广此项运动 我们来本座两座 一座是我们做成功不方便 来来打球 一座是我们都今天10点 打到10点 这次来打 大家欢迎到这样 所以说 活动现场分成两组 一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活动现场分成两组 一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活动现场分成两组 一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可以坐在椅子上进行运动 作为复健使用 其为利用教学 一步一步带入比赛流程 让每位银法族 都能参与到此项运动 我说厨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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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运动 我们的运动 这还没穿过 没穿过 这就是大家 还要找球 或是够有呼球 都是很保险 这个是比较新的运动 还不会很厉害的运动 就是很轻快 不去健康 不去生来就筋骨 透过活动 除了增加银法族 走进社区 与人交流以外 还能动动脑 降低智能退化的几率 是个值得推广的运动 民音新闻李银轩 草团三宝报导